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有感觉,探秘,未知世界,我是杨阳 自从我们发现南极洲以来,它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被冰川覆盖的大陆 常年冰天雪地,寒风四谷 不过新研究显示啊,近年来南极洲已经大变脸了 这里快要变成一片大草原了 研究人员发现,自1950年以来,南极半岛每隔10年要上升0.5摄氏度 到目前为止,平均气温已经增加3.5摄氏度了 并且经过研究后发现,南极气温的升高 让南极大陆上的苔藓生长速度突然变快了4-5倍 数据显示,目前绿色苔藓已经占据了约0.3%的南极洲面积 冰雪的融化给苔藓提供了水分及营养 反过来,绿色植被能锁定温度及水分加速植物的生长速度 按理说,南极洲长出绿色植被具有研究生物进化的价值 但研究人员称,这不仅不是什么好事 还意味着后面会有灾害的到来 因为这意味着,气候的变化正在让世界上储藏着70%淡水资源的南极洲冰川开始融化 其实在短短的22年时间内 南极冰下发生过三次大面积的冰山崩塌事件 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冰山掉入海洋 足够中国14亿人口20年的用水需求 就在今年,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南极冰川底下隐藏着地漫炷热 从冰层的内部悄悄地融化冰川 在内外两种能量的夹击下加快了冰川的融化速度 让更多的陆地显露出来 全球的温度升高才导致了南极洲绿色苔藓快速生长 研究人员称,如果南北极冰山全部融化 海平面将会提高33米 世界上将有大半的陆地都会被海水淹没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,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,探索更多位置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,位置世界